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天是12月4日全国法治宣传日 从2014年开始它又多了一个称呼国家宪法日 在今天和明天两天的节目当中 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在过去的一年里 为推进依法治国而努力奋斗的代表 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宪法的精神 用每一项具体的工作呈现了法治的力量 诚然,湖北省校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从检18年,视检察事业如生命 视责任如泰山,视群众如亲人 为民公正司法,望我无私奉献 身患重病,数度与死神抗争 如今仍坚定顽强地站在公诉席上 同时检察工作18年来 岗位9次变换,他无怨无悔 尽职尽责 每一项工作尽善尽美 完成司法会计鉴定意见18份 梳理归纳案件线索146件 制作各类统计报表7568张 填写案卡38000张 整理档案14300余卷 这些只是他18年检察生涯的一个缩影 我觉得人只要精神在精神步道 生活和生命各方面都还能继续 他乐观向上抗争病魔 他以热忱温暖人心 燃烧生命 全是司法的庄严 陈辽敏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法官 他始终秉持司法为民公正司法的理念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 感受到公平正义 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好评 我觉得法官绝对不能够定为高高在上的 纠纷的一个主导者 老百姓更多需要的是他的矛盾 他的利益 怎么样通过法院这个途径 得到一些有效的保障 陈辽敏创新办案思路 并且不断利用信息化技术 推动改进完善法院工作 取得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他在全国率先开创性的使用了网络法庭 法官网上工作室 利用互联网技术 使当事人不用进法院 就可以完成远程开庭 远程审理 也为妥善处理大量网络纠纷 带来了全新思路 他不仅是个老模型的法官 而且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一个创新型的法官 改于改革的法官 陈辽敏务实创新的工作风格 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信任 他被最高人民法院评为全国模范法官 人民的好法官 全国先进工作者等称号 西湖边上有最美的风景 新系人民的好法官 让这风景变得更美 他是女儿口中永远没有时间的爸爸 是妻子永远指不上的丈夫 却是当地百姓遇到危难时 张嘴第一个说出的名字 他是王大伟 辽宁省安山市秀研满足自治县公安局 信息大队教导员 兼刑侦大队副大队长 安山百姓最喜爱 最信赖的人民警察 王大伟从事的是 刑警中最危险的追逃工作 从今17年 他先后护伤11子 累计抓获持枪杀人等 严重暴力犯罪逃犯582名 或或包括疑难性仿击案 在内的刑事案件 一千多起 追逃就是追战 就是我们警察替人民群众 替被害人 追逃这种公平正义的良心战 生活中他心怀侧忆 看到被他抓获的逃犯家境凄凉 他主动帮忙筹集善款 翻盖房子 看到孩子被撞成植物人的家庭陷入困境 他一边追逃 一边出钱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被网友称为使雷霆之手 怀菩萨心肠 我从良心角度 从这个做人角度 我们觉得同情弱热 不为季困 我们打击犯罪的同时 看到这些老百姓 就生活在苦难之中 特别贫困 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点事 应该办法的 她是陈梨华 福建省女子监狱的一名普通狱警 她是妻子 是母亲 也是一位曾身患胃癌 经历过五次化疗的病人 然而 在更多时候 她只记得自己 是一名监狱人民警察 改造罪恶的灵魂 温暖冰冷的心理 15年来 陈梨华积极探索 女性罪犯的特点 总结出20多种 教育改造方法 感化了300多名服刑人员 她心细如发 成功处置了 150多起监管安全隐患 她所办理的 600多件减刑假设案件 无一差错 无一申诉 在她的帮助下 200多名女犯走向心胜 130多个家庭 重新找回了温暖 我每次服刑人员 行马师范 他们跨过了三道 后中大铁门 走出监律大门的时候 我自己都特别的感动 一个家庭 可能因为我们的努力 从今天开始圆满了 那所有的付出 我都觉得应该值得 2015年9月17号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 七名审判委员会委员 全部落座审判席 作为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 审委会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一起 商标行政纠纷案 这是全国第一例 由审判委员会全体委员 直接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 案件审理的一小步 是中国司法改革的一大步 审判讲究一个清理性 这也是审委会直接提起案件 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 确保这个案件 能得到更为公正的审理 2014年11月6号 我国第一个整建制司法改革法院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成立 这一次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委员会 将审议案件的模式 由背对背的听取汇报 转变为与当事人面对面的座堂问案 直接查明疑难案件的法律适用 最大限度实现了 由审理者裁判 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改革目标 以改革的方式标定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新高度 大家就凭着这股对中央私改的信心 对这个事业的执着 对这个知识产权审判的热爱 大家感觉能够在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发展的阶段 能够有自己的生意 能够参与其中 这本身就觉得非常荣幸 我们还要对全国的普法工作者们表达敬意 普法工作不好干 基层的普法工作更不容易 法律条文一般都比较枯燥 比较抽象 比较难懂 怎么让老百姓愿意学法 懂法 守法 在这方面 咱们的普法工作者们各有各的绝活 他们不在同一座城市 却有着同样的爱好 他们虽然互不相识 却有着同样的坚持 在义务普法的人群中 他俩是典型代表 这大爸爸的讲法条 没人的爱情 你非把他写上了节目 这里边大伙吃了才入味 有味方奶奶 进年起识吧 73岁的陈万红 是天津市西清区金武镇 一名退休老教师 义务普法30年 他用各种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 宣传法律常识 带给孩子们欢笑的同时 也让法律知识 成为孩子们想学 爱学的一门功课 今年72岁的潘恒球 是江苏省淮安市的一位普通农民 民间艺人出身的他 把淮安说唱的特色 与法律知识融合在一起 义务普法35年 风雨兼程几万里路 累计普法8000多场次 累计听众数10万人次 人家小生自贷董牌了 人家小生不敢做呀 好好理输啊 支持我最大的行为呀 他们是传播法律知识的使者 他们让法律服务走进百姓生活 卖房六厂38斤 打板 小雅你太不好意思了 当初是你把房卖我的 现在 刑建品 北京市昌平区司法局调研员 30年 榨根基层 他力求普法行事的多样化 组织编写拍摄了50部 普法微电影 与普法短剧 深受群众喜爱 法治微电影 普法我先行 李芳 河北省淮来县司法局宣教股股掌 坚持法治教育与新农村建设的密切结合 将农村普法由南点变成亮点 每年深入农村给农府书写法治春联 11年来工为农民书写了春联5万多幅 每年过年都特别冷 有的时候下着雪 冻着那手都直呢 每天都写的回来都是腰酸背疼的 他是律师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山村版线 他是顾问 一边普法 一边用法治理念 化解基层矛盾 武思阳 广东省赵庆市第六届律师协会副会长 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的践行者代表 2014年以来 武思阳带领所在律师事务所全部律师 为基层群众举办法治讲座三百多场 化解各种矛盾纠纷九百多宗 维护了基层的和谐稳定 得到了广大村民的认可 我们还要讲述另外三个人的故事 警察爷爷高宝来 反贪斗士陈运舟 法治燃灯者邹碧华 这一年 他们三个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离开了他们奉之为生命的司法工作 但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你可以从一般到优秀 从优秀到卓越 只要你足够努力 足够坚持 高宝来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 恩济庄派出所住区民警 五年来 他每天提前两小时上班 在小学门口义务疏导交通 护送孩子们上下学 2015年2月 高宝来被诊断为肺癌晚期 5月22日 高宝来病重离世 邻车驶过之时 师生洒泪送饼 向警察爷爷致敬 北京市公安局党委决定 在全市创建203个高宝来爱民服务港 千名民警走上街头 为孩子们遮风党雨 守护平安 陈运州湖南省新田县人民检察院 原党组副书记 副检察长 从检28年 长期扎根基层 奋战在反弹一线 因患鼻咽癌一致无效 于2014年8月1号去世 年仅49岁 陈运州先后参与查办的大案要案 有150多件 组织领导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案件 270多件 无一错案 他身处反腐前沿 始终坚持廉洁自律 妻子下岗14年 摆过地摊 卖过盒饭 给人看守过店铺 至今都没有一个正式的动作 他心里面还是很担心我母子的 他走了以后 对我们的生活 过后面都有一定的压力 2012年 陈运州被诊断出鼻咽癌 先后放疗和化疗达15次 直至逝世前的第23天 仍坚守在反弹一线 在39度高温下 坚持办案 比原来的话 从现在证的话 那是确实差原了 现在只能是 根据我自己的身体状况 尽可能能够终于得上一点 周碧华 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 副院长 2014年12月10号 周碧华因激劳成疾 突发心脏病 经抢救无效因公殉职 永远地离开了 他深爱着的这个世界 年仅47岁 他的这个失事呢 实际上是我们上海法院的一个很大的损失 实际上他是内导在工作上 内导在改革的这个真实上 2014年 周碧华 兼任了上海高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他不为压力 敢于担当 为全国司法改革 敢当探路先锋 为全国法院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做出了突出贡献 被称为法治燃灯者 周碧华的突然去世 震动了整个法律界和社会各界 网上网下哀思如潮 中央各大媒体报道了周碧华的感人事迹 十余万人通过微博微信参与留言悼念 很多人从全国各地甚至海外赶来上海参加他的追悼会 法官当如周碧华 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和期盼 习近平总书记评价他为新时期公正为民的好法官 司法的公信力归根结底 就是由这一位又一位受人尊敬的法律人 积聚和建立起来的 我们今天只能用最简短的语言 讲述这些司法工作者的故事 但是他们的努力 他们的付出 贯穿于我们生活的每一天 每一处 他们就是活在我们身边的理想 我是卢一鸣 明天见